你也知道嘴不能胡說啊 人都90歲都能過錢 你有什麼你了 你也知道嘴不能胡說啊 就別胡說啊 別播了 吃了 我們該吃飯了 你們聊吧 汪小菲和大S的戰火雖然平息 但小菲娘蘭姐還是時不時開罵S家 讓汪小菲被關上媽寶封號 T的和張蘭斷連 我們沒有連線的渠道了 就是因為 自從那個說她是媽寶男 媽寶男 我們全部取關了 我們再沒有通話 向天發誓她不是媽寶男 她現在給打擊的指揮道歉了 沒想到兩人18日隔空連線直播 不過確診的汪小菲說話有氣無力 還一度交代起遺言 把蘭姐給嚇壞了 我就覺得我過不去了 我只要一喝水就吐了 現在 那別喝了 別喝了 躺平 別想那麼多 不想那麼多 啊 把事情不要想的那麼多 先別那麼動 你們就是好直播 別提我了 讓我心情 放鬆點 行嗎 我們從來沒提你 好嘞 謝謝 啊 我們從來沒提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是 哭取了 以後弄得 八大零那樣啊 沒事 沒事啊 別假裝 你別瞎說 你別瞎說 你這嘴不能胡說 什麼大部分 你這嘴不能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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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好奇 為什麼會是八達嶺 就有網友解釋 因為當地有很多歷代皇室墓群 而過往張瀾就曾透露 汪小飛是皇族子弟 小飛可以說是皇家的子弟 他是愛心坠落金的後代 而隨著這場鬧劇結束 大愛是傳出 已經搬離汪小飛口中的豪宅 似乎是想徹底喊他切割 好